市面咖啡店用的咖啡豆幾乎全部都是入口的 但其實本地都有咖啡豆出產的 以往私人農場種植的比較多 港大就因為推動荔枝鍋服奸 於是引入種了咖啡樹 上年尾終於有收成 剛剛就做了第一批咖啡豆出來 我第一次喝荔枝鍋的咖啡 我就覺得跟我在外面點的幾十元杯的精粉咖啡 我覺得差不多 朱古力會比較重一點 會比較脂肪一點 到底一杯咖啡是怎樣煉成的呢 港大就在荔枝鍋種了大概七百棵的咖啡樹 當果實成熟變成深紅色 就要人手逐粒鹼再摘下來 接著就會再篩選 剝皮、曬豆等等的後製工序 剝羊皮成為生豆 就可以拿去烘焙 就成為我們日常見到的咖啡豆了 我想一開始很多人會搭冷水 香港可以種咖啡嗎 香港種的咖啡會好嗎 其實種咖啡不是很難的事 因為香港實際上都在咖啡的種植帶裏 唯一一個我想真的解決不了的問題 就是香港沒有一些很高山的地方 大部分的地方都是一些低海埔的地方 我們最高的山 其實比起真正的咖啡產區 說的高地都是算低地 所以可能我們會憂心在我們品質上 未必能夠到最最高的層級 但是近年其實是輕輕做一些叫精品咖啡 我們又發覺從底下去種咖啡 而做到咖啡的品質可以去到精品級 所以我們在荔枝窩就開始試這個模式去種植咖啡 早期最主要的品種來源就是加道理農場 後來我們現在都增添了一些 波浦、Tipica、Katura 甚至北南亞、Gazza 這些類型比較特別的 市場上會比較熟悉的品種都引入了進來 近年尾 荔枝窩有70棵咖啡樹進入修成期 收到大概50公斤的咖啡果 出產6至8公斤的咖啡山豆 造成大概300包的咖啡怪爾包 還有咖啡豆在荔枝窩的咖啡店裡限量供應 整個計劃咖啡作為一部份 我們裡面最核心的宗旨 就是說一些叫城堡窮生的概念 在鄉村種植咖啡 其實那件事都是連繫一些城市人 去一些鄉村的地方 多些人能夠參與在食物生產裡面 即食物生產我不是一定要去超市買 我不是一定要在外地買這麼多食物 原來有些食物我們可以去本地生產 我最希望的就是多些人玩 玩就除了種之外 其實是後製或咖啡文化怎樣推廣 都提過一開始很多人潑冷水 但你發覺一做出來之後 大家感覺到風味原來有在雪的時候 其實對這件事重現了一些希望 亦都有期望的 都可以香港豆種得再好一點 風味再好一點 大家是真正正除了感情分之外 是真真正正的品質和味道吸引 第一批的咖啡豆已經消耗得七七八八 但隨著咖啡豆生產技術會越來越成熟 相信今年有更多的產量 我們可以拭目以待